- 面對著時代的墮落 - 我想要有意義的房子也買不去 - 那我們今年的想法是 生日演唱會雖然是第八次舉辦 但我們要復刻第一次辦生日音樂會的時候 然後我的第一場就是辦在咖啡廳裡面 - 你說你當年啊? - 對 所以我們這次就會把 - 成績的表演廳變成一個咖啡廳 - 是要怎麼樣?要供應咖啡還是? - 就是台上就會有很多服務員 - 你說在座位區? - 就是樂手就會變成服務員這樣子 - 對 讓大家有來到咖啡廳很舒服 - 放鬆的感覺 - 仁王孫嗶 - 因為夢想不逝遠在天邊 - 是要今天你能在我身邊 - 只有今天你能在我身邊 - 面對著時代的墮落 - 日月 cycl επrast скаж花 大家好,我是陳樂榮 今天的訪回是新人吳貝亞 Pia 哈囉,大家好 我是Pia Pia,你好 我是Hoppa Pia什麼星座 天秤座 感覺有一種 看得出來嗎 盲目的樂觀 個性是怎麼樣的 個性 其實內在應該是蠻緊張 真的嗎 蠻焦慮型 但不想讓人知道心裡很焦慮 所以只好表現出 比較開心的那一面 嗯 是對家人 對朋友都會這一樣還是 嗯 感覺潛意識有希望不要讓人擔心 嗯哼 的那個想法 從小是很平順的長大的還是 呃 很無聊的長大 哈哈 就是一路一直念書 念書 對,媽媽是補習班老師 所以就是很遠科教英文 所以妳英文特別好 很爛 哈哈 這會有壓力對不對 英文名師的女兒 應該說考試很厲害 考試很厲害 對 但實際上 英雄應該是不太行 哈哈 Pia是哪裡來的 Pia是 呃 我小時候 因為我媽媽是英文老師 她的 呃 其實她外籍的老師 幫我取的名字 對 然後原本 我也是 就小時候跟同學們一起的時候 大家都 就名字都很芭蠟 就Merry Sherry 這類 結果我叫Pia 就很特別這樣 就很會被小朋友罵說是Pia 對 所以我就很想換一個 我也想要叫Sherry 這樣 然後呢 長大之後就覺得 哦 我這個名字比較不會跟別人撞 你回去跟你媽講說 我不要叫Pia Pia的時候 就也有點講不出口 就覺得好像 也是挺特別的 但唸起來就是特別不是很好聽 沒有 我一開始拿到的 我還猜會把它唸成Pia 對 你知道吧 唸如果是直接一個 一個雙母名的話就是Pia Pia 嗯 對啊 吳貝亞是本名嗎 對是本名 是怎麼走上音樂這條路 呃 從小就想要當歌手 但是就是一路 多小啊 多小幼稚園吧 啊 這真的太小了吧 什麼時候開始寫歌 大學 我高中開始玩樂團 然後大學的時候 學長姐跟我一起玩樂團 就說每個人都要會寫歌 那時候你是主唱 對我是主唱 但她說也要寫歌 對 所以才開始寫歌 然後我們就輪流拿 團員的作品去比賽 結果只有我的有得獎 去哪裡比賽 就是各大校園的那種 吉他的比賽 創作的比賽 對 結果你的作品有得獎 對 我就開始覺得 哦 原來我還可以寫歌 是用吉他寫嗎 嗯 剛開始是哼唱 哼唱 對 我一直到大學 快畢業 我才開始練彈唱 因為就是團員都太忙 大家都要考試 就沒有人教你對不對 對 也沒有人陪我去表演 這樣 就想說好 那我就自己練起來 先去街頭唱唱看 這樣子 後來有去街頭嗎 有 那時候就給自己下一個目標 就是我三個月內 就是一定要練 大概二十首歌 然後我要去唱街頭這樣子 對 是要先考證嗎 沒有 我那時候在新竹 其實好像滿鬆的 哈哈 你說可以隨便去一個什麼 對 就是找幾個好朋友 大家就拎著兩個音箱 然後拿著一頂帽子 放在中間這樣 然後就開始唱了 那時候你都唱自己歌 還是流行歌 沒有 有大概一兩首自己的而已 然後剩下就是像陳其珍啊 張正月啊 這類的 張正月 你可以唱什麼 我要錢 之類的啊 或是那個 寫一封 沒有地址的心 對啊 好喜歡 你的聲音聽起來是比較 有點男孩子氣 我個性其實是這樣 對 但是後來開始做表演之後 覺得 大家好像比較難接受這樣的我 所以你要 要表現出比較柔美型的嗎 就我後來發現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我只要剪頭髮 我就會沒有粉絲 所以我就開始流長髮 對 但是後來覺得 已經是 就是工作上也是 你會覺得很不服氣 什麼意思 就覺得你就是你啊 對不對 為什麼跟髮型長短竟然有關 對啊 就覺得很不服 嗯 蠻生氣的 但後來也覺得 就是 就我也想要挑戰這樣子 留長髮 沒什麼了不起 來啊來留 這樣子 所以就留了 後來粉絲有變多嗎 我覺得 應該算有吧 就是沒有變少 對 其實是這個 這個只能做這種比較就對了 就是說我再多留三公分 看會不會提升百分之二十這樣 做實驗 那可是唱歌 嗯 的歌錄呢 歌錄喔 我覺得 因為我原本是樂團 然後到這兩年我才開始就是做自己一個人的音樂 然後 我自己是覺得好像變得比較廣了 就是可以嘗試的 範圍變寬了 然後表演上 也可以很直覺的 我想要做什麼就做什麼這樣 對 雖然聽起來有點任性 這個改變是來自於 嗯 我覺得跟團員一起的時候 我會 考慮很多很 很想要讓他們發揮到一些他們 可以做的事情 對 就是BAND的那個張技感 對 所以我在寫東西的時候 我也會考慮到這些點 但是現在 我就會比較 以自己的聲音表現為主 對 或者是我這場表演的主題是什麼 我可以跟這個東西有關的事情 我想做的我都可以做 嗯 對 那譬如說 我們現在要介紹這一場 2018你的生日演唱會 對 為什麼要叫生日演唱會 是真的你生日落在這個中間嗎 對 我是9月24 拜託了 哈哈哈哈 明明9月14到15啊 我要解釋一下 因為就是 這是一個巡迴 就14、15是在松菸成品 對 然後我的10月14在高雄 然後10月6號 跟你的生日一點關係都沒有 在日本的千葉 就是這是一個巡迴 對 然後生日的那一週 我就是在家裡面好好的睡覺 哈哈 靠賞自己的方法 我來問一個比較實際 就是成品 成品這個表演 聽當時 企劃的活動的時候 是覺得生日演唱會比較有賣點嗎 他們應該不知道我想要辦這個 對 他們只是就是 單純覺得 我們可以合作看看 就是來玩玩看今年 跟他們也是有一個 就是獨立成品放生的一個企劃 這樣子 對 所以 那天有去過嗎 之前我有去看過表演 但我自己沒有在那邊演過 對 然後這次算是 對我來說也是新嘗試 因為 呃成品這個表演廳的規格 跟一般Live House 有一點點落差 怎麼說 比方說它的燈比較劇場 對 對我們就是在想 是不是可以結合 那唱一些什麼歌 對它的這些東西 來做一些新的想法 對 就是原本也有考慮過 比方說像現代舞 或是戲劇的結合 對 但是因為我覺得 我的歌詞都很白話 如果配上這些東西 好像就顯得太做作了 所以 我一直在 就是在跟 呃工作人員們碰撞 就是在想怎麼樣 可以做出一個 最適合的 然後我們今年的想法是 生日演唱會 雖然是第八次舉辦 但我們要復刻第一次 辦生日音樂會的時候 然後我的第一場 就是辦在咖啡廳裡面 你說你當年啊 對 所以我們這次就會把 成品的表演廳 變成一個咖啡廳 是要怎麼樣 要供應咖啡還是 就是台上 就會有很多服務員 你說在座位區 就是樂手 就會變成服務員這樣子 對 讓大家有來 來到咖啡廳 很舒服 放鬆的感覺 是 所以Pia演唱會會 會創自己的歌 對 幾乎整場 嗯 大概有多少歌 目前抓的量還蠻多的 好像Han Uncle有二十幾首歌 所以大概也是兩小時的一個節目 對 差不多 好 我們先來聽一首你的歌好了 好 就現場 可以唱一下 好 你要介紹哪一首歌呢 嗯 先來唱 生活需要多一點樂觀 這是什麼時候寫的 這是2016年的 我是比較幽默這張專輯裡面的歌 對 然後我那個時候 我是邀了四個我的好朋友 女歌手好朋友一起合唱 對 有陳以秀 然後蔡孟真 劉軒貞 還有一個是誰 前兩位都有訪問過 謝偉林 欸 這三個都訪問 對 這些是怎麼樣一個組成的朋友 他們都是我很喜歡的女歌手 就覺得 希望有一天可以跟他們一起唱歌這樣子 然後剛好就寫了一首歌 就覺得 這個好像蠻適合大家一起合唱的 所以就把這四個人找來 然後他們各自其實 也沒有完全互相認識 但是因為透過這首歌的合作 後來我們就變成 就是一兩年就會聚一次這樣子 對 可是這一次就是你的獨唱版本嘛 對不對 對 好 我們來欣賞這首歌 是個大麻煩 但有計劃也有變化才好玩 人生就是一場漫長的挑戰 生活需要多一點樂觀 這樣過日子才不會太困難 想不透的就讓它轉個彎 不怕輸的人才最勇敢 生活雖然是個大麻煩 但有計劃也有變化才好玩 人生就是一場漫長的挑戰 今天我會需要多一點樂觀 其實有時候也是給自己一點打氣 嗯 因為也不見得都那麼樂觀 對啊 我有一次印象很深刻 就是我去 那個台南的 應該是有一個類似像 科學園區還是什麼的地方 然後有公演院 然後我在公演院裡面的餐廳唱歌 就他們自己部門辦了一個活動 可能是類似府委會這種 對對對 然後就真的有個媽媽帶著一個 看起來三四年級的小女孩 走過來跟我買CD 她就說這首歌很鼓勵她這樣子 她就說生活真的需要很多樂觀 然後她就哭了 她是裡面的員工 應該是 是 我就突然發現原來音樂真的有這樣的力量 所以這些年唱下來大概也有多久了 我一零年 一零年開始 就是發EP到現在 有八年了耶 嗯 覺得很 覺得疲憊 哈哈哈哈 有要準備嫁入豪門了嗎 有點難 哈哈 請大家多多介紹 哈哈哈 可是妳個性應該也不適合吧 對啊 我這麼大大大 應該有點難 對 也不在做家事 哈哈哈 妳再多講一點缺點 一直爆料 妳再多講一點缺點 妳還有什麼缺點 缺點 妳知道現在的人 其實蠻喜歡有缺點的藝人 真的嗎 會感覺有這種親切感 那大家一定很愛我 哈哈哈哈 這句話真的很好笑 哈哈哈哈 妳再說一個缺點 我聽聽看 蛤 覺得自己蠻優柔寡斷的吧 真的嗎 我以為妳爽朗欸 嗯 就是看起來好像蠻爽朗 但是其實內心很糾結這樣 就是很天平做的 很矛盾 對啊 很矛盾的人 最矛盾的是 是哪一類的 嗯 我覺得是 自信這件事 就是你自己相信的東西 當身邊的人 都否定 對 我就會很動搖 就覺得 舉一個例子 嗯 穿著打扮還是 音樂還是什麼 喔對 像頭髮這件事就是 這個講過 對 或者是 比方說我很喜歡 某一版的混音的感覺 然後其他的老師會跟我說 可是 嗯 那個可能聽起來怎麼樣怎麼樣之類的 就是大家有各種不同喜好的時候 但我就會 很懷疑自己這樣子 就想說是不是因為我不夠專業 所以我不知道什麼什麼細節這樣 對 但我又很 又有點想要執著於自己的 對 所以我覺得還是會選那個 可是我就會心情很不好這樣 就很怕自己 選錯或是什麼的 可能得失心有點太重 這次是找Foo Band嗎 對 去你的生日演唱會 嗯 那這些人是從哪來的 就是 四分位啦 或是 哈哈哈哈 到處 就是 光影琴的吉他手 喔 對 欸 紅毛的寶國光 阿堅 對 然後也找了那個 菁英獎的 就是最佳樂手 MUSA 是 也一起來玩 對 這些都是就是一個project 組起來的 其實就是 還是平常有在 嗯 有一些是好朋友 然後有些是 像MUSA是 我去看了旺福的TICC的演出 我就很喜歡他的彈奏 對 然後我就寫了封信 問他說有沒有機會可以 寫封信 對 就寫了訊息給他 對對對 就問他說 就是有沒有機會可以一起合作 一起玩 這樣 嗯哼 然後他說 他就說 喔好啊 我們當面聊一下 對 然後討論了內容之後 他就覺得 他也蠻有意願的 對啊 然後我們最近已經開始練團了 練團開心還是演出開心 啊 天啊 啊 好難的問題喔 應該是練團吧 我問這個都是有原因的啊 不過通常一般主人不會想到問這種問題 真的 就是很矛盾耶 對就是覺得 所以錄音 錄音更開心嗎 現在覺得錄音很開心耶 以前覺得 以前覺得錄音很緊張 然後覺得好像發揮的總不是那麼好 對 就要錄完了 對然後有點不知道該怎麼做 但現在會知道說 你要先想清楚你要幹嘛 來了 然後錄 然後你可以準備好幾種選項 大家一起討論 怎麼做可以更好 對 但以前抓不到沒幹嘛 你就會覺得 你就是這樣唱 就是這樣唱 對 就不知道自己有別種唱法 喔真的嗎 或是聲音的表現方式 對 所以現在有比較多種技術 嗯 對就是表達的方式 情緒或是什麼的 嗯哼 對或是口氣 以前就是可能很習慣唱現場 所以你平常習慣 對就是這樣子唱 然後你去錄音室的時候 老師跟你說 你不要這麼大力 不用那麼用力 你不用急 你常有點不知道 該怎麼hold住一些東西 嗯 就已經很習慣這種 很用力的狀態 好像衣服要鎮壓 對對對 因為會很想在很短時間內 拉住大家的耳朵 對 有時候會這樣 對 但錄音是完全不一樣 所以現在可以比較放鬆 是 而且又在成品中比較 優雅的場地 真的 打個噴嚏都覺得很害怕 真的嗎 但是自己的表演應該還好啦 而且會喜歡你的人 應該還是就是走輕鬆路線的吧 對啊對啊 他們也沒有希望 你知道那一團 變成一個很假裝 很假裝的人這樣子 對啊對啊 所以也還好 那我的聽眾都蠻乖的 乖 對就是 雖然說是很享受輕鬆的氣氛 可是大家是蠻冷靜派的 為何 你有分析過嗎 或你有問他們嗎 因為像之前我有時候會找 陳生生哥來當嘉賓 然後生哥是 為什麼你跟他那麼熟 就是之前演唱會的時候 曾經有邀請他來當嘉賓 對 然後中間就是 有經過他的考驗這樣子 對然後 反正後來變熟了之後 我常常找他來玩 他就跟我說 你的粉絲真的都很冷靜 因為他可能就是 他自己太瘋狂了 因為他的粉絲也很瘋狂 對 所以他每次 來我的生日演唱會 他就覺得 你明明就是生日趴 為什麼大家很冷靜 我明明就這樣 就在台下拍手 不過你也習慣了嘛 對啊 而且你覺得這樣 就是一種 也是另外一種愛啊 對對對 我可以感受他們的表達 不用強求啦 對 付錢比較重要 真的 好我們最後再來聽一首歌好不好 就要只要今天 你能在我身邊 對 這是 算是比較新的歌嗎 對 這是這一次生日演唱會的單曲 你歌名都有點長欸 對啊 為什麼 嗯 是刻意還是 嗯 有一點刻意 有一點囉嗦吧 就是個性的關係 對 但我有一首歌叫 嘿 欸 很短 對 但因為不知道歌名怎麼取 所以就取了整首歌的第一個字 嘿 對 我想到那個 嘿 Ju 好 最後再跟大家講一下 那你這次這個演出的一些資訊好不好 好 就是9月14 15在松菸成品的表演廳 然後有完整兩個小時的表演 希望大家可以來跟我一起過生日 嗯 謝謝 謝謝 Pia 吳貝亞 謝謝王老師 請你陪我唱完最後一遍 因為夢想不是願在天邊 因為夢想不是願在天邊 對 我們會不會在天內 我的天 你會不會在天邊 關火